国美控股权之中出现了缓和的迹象 国美电器10号晚上在港交所发布公告说 大股东黄光玉和以陈小为代表的管理层达成了谅解备忘录 双方已经承诺在所有方面进行合作 国美在公告中建议委任黄光玉阵营提名的邹小春担任公司执行董事 黄光玉支美黄彦宏担任公司非执行董事 将董事会从11人扩大到13人 陈小为主席的董事会方表示 欢迎大股东无意终止国美集团的上市部分 与非上市部分门店之间定立的协议 这表明国美非上市门店将不会分拆 这是国美控股权之争半年来 黄光玉陈小首次达成具有法律效力的谅解备忘录 业内认为这对国美电器是明显的积极信号 现在目前大股东答应不愧将 还没上市公司以内的300多家的分店的店铺 会独立的营运 期许的楼价就是上市公司去营运的工作 做这个营运工作 这个对国美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发展 在香港上市的国美电器开盘就大涨 收盘报3.24元 全天上涨近两成 9月份举行的国美股东大会 否决了公司创始人大股东黄光玉 提出的五项决议案中的四项 包括撤销陈小出任董事会主席 以及委任邹小春和黄雁红进入董事局 东方卫视记者老友林余华香港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